大家好 欢迎收看 茂声说 猪周期是什么 最近猪价涨的厉害 新闻里都在说猪周期 啥叫猪周期呢 是这样猪行业供给和需求的周期性失衡 即猪价涨一亩猪存兰量大增一生猪供应 增加一猪价跌 一大量淘汰母猪 一生猪供应减少一猪价上涨 循环往复 举个例子 最近猪价涨得厉害 养殖户小明想着这是赚钱好机会啊 于是赶紧多留一些能生患宰的母猪 即能反母猪 但从母猪怀孕到生猪出栏 约需十个月 这十个月里猪肉供给没法 及时补上 所以猪价保持高位 这就吸引了很多跟小明一样的养殖户 增加能反母猪 十个月后 大量肥猪可以出栏了 猪价开始下跌 小明等养殖户单绝地留着母猪也没用 纷纷把那些能反母猪卖到换钱 那么等这一波生猪卖完 市场就又会供不应求 于是猪价又会上涨 新的猪周期就开始了 为啥会出现猪周期呢 大家都知道 价格由供给和需求决定 猪肉是国人最主要肉食之一 需求是相对稳定的 那么猪价的周期性波动 显然是源于供给的波动 为啥供给会波动呢 有这么几个原因 一 生猪养殖需要较长时间 生产 一只肥猪需要先买入母猪 母猪养大后生小猪 小猪长大后才能卖 这个过程大概会滞后市场实际需求两年左右 二 我国养殖户散户比较多 我国目前仍然有43%以上的养殖户式养殖规模很小的散户 散户的特点是喜欢追涨杀跌 看到有利润就赶紧加产能 看到价格下跌 赶紧砍产能 结果就是总赶不上趟 三 即使认识到猪周期的存在也没用 其实很多散户早就认识到猪周期的存在 但形势比人强 生猪只要存篮一天就要持续消耗现金 所以即便预期后面猪价会反弹 但为了活下去 现今流压力大的养殖户 还是不得不主动含泪淘汰母猪 从而助推猪周期 四 猪病蔓延是重要外因 一旦猪病蔓延 生猪供给会大幅下降 猪价会快速上涨 就会开启一轮猪周期 就好像给轮子一个初始推动力 2006年是猪兰尔病 2010年是夏季猪瘟 2014年是口蹄疫 2018年是非洲猪瘟 刚好都是前面四轮猪周期的起点 我们经历过几次猪周期 从2006年到2022年3月 国内已经历了四个猪周期 每个周期在3-4年左右 可以看到 一轮周期中 下跌时间都会长于上涨时间 上涨节奏较快 同时 下跌周期可能有反弹 上涨周期可能有回调 幅度还不小 新一轮猪周期进行到哪了 从2022年4月开始到现在 猪价又开始新一轮的持续快速上涨 7月7日 生猪价格达到23.35元每公斤 与3月最低点相比几乎翻了一番 很明显 新一轮的猪周期又开始了 最近几个上市 猪起7月份的销售数据 销量和价格都在快速提升 怎么把握这一轮猪周期呢 因为猪周期的存在 所以生猪企业的股价也会周期性波动 即所谓周期股 但股价周期和猪周期并不同步 如下图所示 红线是企业股价 灰线是猪价 很显然 股价会强跑 生猪价格还在涨 还没见顶 股价就已经提前几个月回调了 为啥会这样呢 因为股市讲究看第二层逻辑 第一层逻辑是 猪价上涨 猪企业绩上涨 猪企股价上涨 第二层逻辑是 既然大家都可以预期猪价的高点 通过跟踪能反母猪量 那么聪明资金就会提前抢跑 这就是传说中的预期别人的预期 最近这一波猪价上涨挺快 短期内上涨空间估计不大 股价反而有回调的可能 大家可以考虑在猪肉概念股回调的时候 适当介入哦 最后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茂生 要是觉得视频还可以的话 麻烦订阅我们频道 您将会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再见